中夜時間高雄縫隙黃昏市場 從頭到尾徹底搭清銷 因為四號公布確診者中 在這裡的肉攤工作 不過足跡公布後引發他們不滿 一大堆人一直在附近的攤販 問說是不是我們 導致我們到後半段幾乎都沒有生意了 還有很多人因為這樣沒有來擺 那是不是損失了一整天 實在很傻眼 這家住肉攤PO文喊原 夫妻兩名明沒確診 但市府公布的足跡圖 上頭地址不賣豬肉 敲的是他們就在隔壁擺攤賣豬肉 因此進而被影射 生意受到影響 公布足跡模糊 讓附近攤商怒批 真的令人恐慌 其實重回市府公布的地址 找到的是一間服飾店 老闆娘一頭霧水 雖然目前沒有為此遭受波及 但也盼相關單位能及早修正 公布疫調足跡全台只剩下高雄 究竟確診者工作的準確地點在哪裡 只能等衛生局進一步公布 不過疫情期間人人自圍只要有一點風吹草動 都可能被放大檢視 華日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嗨 我是盈彤 記得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喔 站起來